手里面拿的这个花呢 就是玻璃脆了 有的好多花 有什么玻璃脆玻璃脆 海棠也叫玻璃脆 什么到底是什么玻璃脆的玻璃脆 这玻璃脆呢就是这东西 它呢学名的叫苏丹凤仙花 它现在是重伴的 可能呢在小时候的时候 咱们在地里边玩什么呢 可以看到那种指甲花 其实就是说凤仙花嘛 它的一个功效呢 您去百度看的时候 它也是给你三个字染指甲 非常好玩的一个花 您可以看到 为什么叫玻璃脆呢 可以看到它的枝干啊 就有点像那种马蜂菜一样 特别的那种脆 所以说呢 给玻璃似的 就是喊着玻璃脆了 开花呢是重伴的 凤仙花呢 它一般的这种凤仙 它都是单片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玻璃脆了 它的一个养护 好多的花肉总也养不好 感觉这种花特别的焦嫩 以为它喜欢很多很多的水 玩命的喷 玩命的焦 而且呢 觉得这种花不能晒啊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您知道吧 您一定要给光照好的地方 然后控制咱们的焦水 这玩意很耐汗 基本上在野地里边都可以生长 那有的话说 那你直接放外边不就行了 冬天还 那您可别这么糟 小盆这么点 它的抗寒能力很有限 是吧 就跟说这个 这个人比较扛洞一样 你让小孩出来 他肯定不扛洞 是吧 这还是有区别的 那你也不能说是 给它拿到室外啊 现在还是在室内养护 控制焦水 尽量的摸一摸盆土 干透了以后再焦 不要焦特别多 盆子啊 用托盆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它积水 积水了以后容易烂根 什么玻璃脆 只要是那个滋干里面 有很多水的耐汗能力都很强 它也一样 您甭看它焦呢 它非常喜欢阳光 有好多的一个小花包啊 对于肥料的需求 淋肥就偏高一些 一定记得多加一些花多多二号 但是不要太多给烧毁了 那每七天左右 该焦水的时候 对水焦一下 该焦水的时候 对水焦就OK了 那非常好养的一个花 这个呢 就是咱们传说中的玻璃脆了 如果说大家对于养护这种玻璃脆呢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视频先往留言 比较好养 咱们给大家总结两个点就行了 一个呢 是给予充足的光照 第二个呢 把控自己的焦水 那其他的就不是很重要了 那试肥的时候 刚才也跟大家说到的 另外呢 会生一些虫子啊 有的话又说 会生种了病啊 这那那的 只要是咱们控制焦水 加强涂风 给上光照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好养 开过花之后 记得把残花及时处理一下 好了 这就一篇关于玻璃脆的一个养货 希望您看了以后 觉得喜欢的话 马上大家点个赞 有其他的养花问题啊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痣